歡迎他們趕快來交流 我們門都是永遠開的 24小時喔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出席國會助理兩岸言席營 開玩笑面對外界 520後兩岸交流 中央層級完全停擺的疑慮 強調與對岸交流的門都開著 陸委會主委張曉月一旁點頭如搗蒜 但對方想進來嗎 包括中央跟地方 包括政府跟民間 其實它都是存在的 或許這個頻率沒有像過去 這麼樣的頻密 沒有這麼樣的頻繁 但是我們這一邊 我們還是持續不斷地釋出善意 坦承中央兩岸交流出現阻礙 但全都努力在做 這次大陸上海市長代表沙海玲 來台參加雙城論壇 不管從街機參訪陽明高中晚宴 一直到主論壇 不只和白色力量 柯文哲簽署備忘錄 也會和國民黨籍新北市長朱立倫相見歡 唯獨刻意跳過當家執政的綠營政府 但隔空喊話的對象是誰一清二楚 兩岸的關係和平發展 兩岸的這個交流和合作 它是要有基礎的 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礎 那麼當然這個政治基礎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對一個中國的這個認同 沙海玲這一席話先開馬政府時代的 九二各表包裝 強硬的姿態對比此刻 政治緊繃的大陸內部交代 卻更讓台灣方面的回應沒有懸念 我是覺得我們講簡單的兩個字或四個字的話 大家會引起更多的討論 大家的意見會更不一樣 我覺得城市交流就是城市交流 我們應該就是回到城市交流的本質 大家多來往多溝通 官方陸委會客氣表態接招 原本只是兩個城市的交流 卻沾上兩岸議題 就是關注焦點 郵件TV 陳玉冰 葉偉辰 台北報導